随着气温骤降早晚温差大为了预防心血管疾病发生 门路医院心脏内科医师建议民众随时都要做好保暖工作 除了长辈还有三高病史的高风险族群之外 心肌梗塞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如果民众出现了胸痛、上腹痛、呼吸喘或者是冒冷汗等情形 要赶快就医 急性心肌梗塞常让人初步急防 近几年来也发生多气年轻名人 因心血管问题而促使 卫福部国健署还特别提醒心血管疾病有年轻化的趋势 维持健康生活形态才能爱护自己的心 尤其在忽冷忽热的天气中更容易增加触发风险 本身如果你就是有一些三高一些慢性病的老人家的话 那就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血压 这个胆固醇、血糖这个药都记得要规则服用 然后避免这个剧烈温差变化太大 这样子的一个场合发生 饮食部分其实冬天可能大家也会吃一些比较热的食物 火锅啊或者是一些姜母牙这类的食物 其实这些食物也会影响也会刺激我们的血压升高 所以这部分其实也是要记得就是饮食就适宜啦 不要太刺激性的人的食物太多 因为天气变冷血管的收受 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病人他们就有一个趋势 就是血压开始慢慢升高 连带造成那些症状 就像头晕就像胸闷 甚至有些人会觉得比较躁动 比较晚上睡不好 这其实可能就是因为你血压开始高起来 所以其实有这样的症状出现的时候 其实这是一个你提早来预防的一个机会啦 由于饮食习惯改变 年轻族群多半倾向精致或高油脂食物 加上生活习惯不佳容易有三高问题 随着气温骤降早晚温差大 医师就提醒民众 除了长者之外 年轻族群更要留意 平时就应该养成健康饮食并适度运动的习惯 40岁之后也要定期健检 才能避免疾病突然找上门 记者徐立琴华联士报导 哈喃 有免疾病